陈女士 委员好 陈女士你好 之前你提过你在Discovery公司 曾经担任过职务 那Discovery在早上委员也就较于你 就是说它在电视的分类里面 它应该是属于哪一类的节目 你提到说它是资讯类的节目 其实它应该是资讯类的一个节目 那其实我们立法院 我们在审查NCC的委员 其实我们也有资讯的一面 也有资讯的一面 更有感性的一面 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陈委员 陈元玲女士 在面对很多委员的质问的时候 对业务的了解 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NCC小学堂 也模仿这个百万小学堂 就是有三张卡 有好人卡 有同学卡 有团结卡 这个好人卡 就是等一下我在问你的时候 你不懂下面的人 可以提供资料给陈女士 那这个同学卡 就是我问你的时候 如果你不清楚 那你可以拿出同学卡 同学卡就是下面 你都可以开 都可以喊 选我选我选我 这就是同学卡 还有小苹果 那另外一个 就是团结卡 就是我问的问题 如果你不懂 我可以请你们其他三位同学都上来 如果里面四个人 里面有一个答案 对了 那就是算通过我们的一个问题 那今天 其实我不会问 很专业 或者是很细微的 这样的一个NCC的主管业务 那么我们只是对NCC主管的政策跟方向 来请教陈渊宁女士 那我们NCC的委员 其实他很重要的 要有两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 就是要有代表性 第二就是要有效率性 代表性 就是我们NCC委员才七个人 七个人要掌管多元的言论市场 要掌管一兆的这样的一个 通讯传播的相关产业 所以要有电信的学者 要有法律的学者 当然要有新闻传播的 这样的一个学者 跟相关领域专精的人 所以这就是他的代表性 另外一个效率性 就是你在这个领域 你要专业 你对这个专业的领域的 基本相关主管事务 你要了解 所以一定要有代表性 跟效率性 在这个部分 我先就教于啊 我们陈渊宁女士 刚才 也问过了 也是重新给你一次复习的机会 我们NCC 成立的目的 跟他主管的相关业务 要推动的是什么 这很简单啊 基本上是要促进 比如促进产业 健全发展 然后建立 建立 产业的这个公平 基本上大意是这个方向 但是我对不出来发条 虽然答得不是很顺 我们NCC的委员 他相关的职务啊 按照我们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组织法的第一条 第一条 他就开中名义就说 我们成立NCC啊 就是要确保宪法上的言论自由 然后要 谨守这种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精神 然后呢 要有效的来管理这样的一个通讯传播的 这样的一个相关产业 确保这些相关的产业能够健全的发展 能够这样的一个传播 通讯传播的市场 能够公平竞争 而且能够让媒体啊 自处专业 然后确保我们弱势者 跟啊 这样的一个 啊多元文化的一个均衡的发展 提升国家的发展力 这就是NCC委员最主要的工作啊 这个部分 希望啊 你能够确实的去了解 今天我问的都是基本的ABC 基本的ABC 也希望你能够去了解 相关NCC主管的这样的一个业务 那么我再来请教 这个 陈云玲女士 我刚才提到 我们NCC的委员 要主管 这样的一个言论 自由跟这样的一个言论多元发展的通讯传播市场之外 它很重要的 它掌管一兆的 这样的一个通讯传播产业 那这一兆的产业 它基本上 你们NCC以后主管的相关业务里面 你们主管相关业务 分成哪几列 为什么会有一兆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简单说明一下 你是传播界的唯一代表 对我想通讯 电讯通讯这方面的话 我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熟 那但是我想那个 那这以后是你主管的业务啊 对 我说但是具体我的概念上来讲的话应该是包含了通讯 包含了那个传播媒体 好了今天的好人卡跟同学卡都我来拿了 我就担任小苹果好了 我们这样的一个一兆的这个通讯的产业啊 它最主要是说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通讯传播的产业 它就有数百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 那更主要的是啊 它周边数位的内容 跟数位周边的产业啊 那是好几千亿的一个产值啊 另外 还有啊 就是我们的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 你知道大概占全国看电视的 有线跟无线大概占几成你知道吗 有线应该有八十几个percent 我第一次讲英文 有线电视大概只有占六成多了 大概只有五百万户 那个这五百万户都有产值哦 因为你现在有线电视的这样一个交易啊 一户是五万块 所以这五百万户啊 就有两千五百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啊 好另外 它还有分第一类电信 跟第二类电信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产值 那加起来也都是三千六百亿啊 那我问你 很简单 APC 第一类电信产业是什么 比如说像是 这个 就是雇网 我们平常的这个 这个fix line 就是电线的 简单的说啦 简单的说 我也担任 同学卡跟好人卡 第一类电信产业 就是自己有设备的 这个 14号教授已经在面露微笑了 第一类的电信产业啊 就是 像台湾大哥大 像远传 自己有设备的 这个叫第一类的电信业者 那没有设备的 就是第二类的啦 所以他们主管的这样的一个啊 相关的产值都非常的高 这是一兆的 一兆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 它所带动的一个产值 这都是基本的ABC啦 唉 真的是 好 那我再来请教 陈云莉女士 那我们NCC的委员 跟其他各部会 有相关业务往来的 有关系的 有哪几个部会 简单说明一下 交通部 文化部 公平会 还有国防部啦 还有卫生署啦 还有经济部啦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跟卫生署有关系 呃 是不是跟这个 就是 呃 就是宣传 就是呃 就是PBS 就是 就是广告 卖要相关的 都要跟NCC相关业务有关系 那跟经济部呢 经济部比如说 这个 呃 跟这个 呃 比如说 像你说的 中资投资啊 这些方面有关系 经济部最有关的 就是网路的相关产业啦 好 那么 我简单来问你啦 公共电视啊 我们现在有五个 无线的电视频道 那现在数位化了 数位化之后会有几个电视频道 这最简单的啦 嗯 几个 数位化以后会有几个电视频道 呃 无线电视频道 数位化以后 好像现在是有一个 呃 一个HD加上两个SD 现在五个啦 以后就16个 这都最基本的ABC啦 最基本的ABC啦 另外 那我简单问你 我们这五个 这样的一个无线电视频道 现有的是哪五个 最简单的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哦 台试中视华视 民视 还有 还有什么 公司 对啊 那我问你公共 答对很不简单 那公共电视 是属于我们NCC管的吗 不是 是谁 嗯 他是他最早是新闻局的时候成立的 所以他算是他是公司 公司那个基金 他现在是要属于文化部来管理 好 那我我我现在 我看到你送来的这些简历啊 其实一波三折也经过多次的要求 每次都好像挤牙膏一样 挤到最后 有时候出来的不是牙膏 有时候是洗面乳 不假如是你给出来是我们要错了 那么我现在啊 简单问你 你在你的这样的一个补送来的简历里面啊 你提到说对NCC委员职务的自我期许 你提到现行创投工作啊 与NCC无利益关系 更能中立客观行使直选 你是这样认为吗 对 那彭欣宇教授你就糟糕啦 他认为啊 他过去没有跟NCC相关的利益业务有关系啊 所以他更能客观中立 那你就不客观不中立啦 为什么 你在2009年啊 你担任中华电信公司所补助委托的计划主持人有吗 网路中立管制概念合理性的研究嘛 有吗 然后远传电信公司在2002年 你也担任共同主持人嘛 电信服务业产业的支援侠嘛 主席再给我一分钟 请彭欣宇彭教授 你现在算是同学卡 你本来就有一分钟 你的聪明 你的智慧应该是属于小苹果 诶那个陈云林女士先等一下 他是来救你的 你在旁边 是 文言好 好 那彭教授我请问你啊 2002年的远传电信跟2009年 你接受中华电信的委托研究案 台湾三大电信业者啊 你彭教授都接受过两大业者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委托啊 那我请问你 在担任主管电信业者的NCC委员啊 你是否可以立意回避 完全没有问题 那以后在司机发造审查的时候啊 你对台湾大哥大啊 其他的小型电信业者啊 你会不会排除个人的因素啊 中立审查呢 完全没有个人因素 完全中立审查 那我现在请问你们两个 一个说 我过去跟这个业务都没有利益关系的往来 业务的往来 所以我更能客观中立 那你过去三大电信业者 你就接受过两大电信业者的委托 那你们两个 一个要下来呢 还是两个都要下来 跟委员报告 学术研究委托 其实是一个完全以学术的角度啊 做一些建议分析 我想这个跟利益可能之间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利益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 那我是劝你说 你在未来担任NCC委员职务的时候 应该啊 这三大电信业者 你接受两大电信业者的经费补助 你应该啊 更能在跟未来 对于 事机的审查发照 以及相关业务的时候 应该啊 能够站在中立 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刚才 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陈渊玲女士提到说 他跟业务无关 所以 他更能客观中立 啊你业务懂那么多 你也 三大电信业者 你也接受过两大电信业者 这样一个 经费补助 做所谓的学术研究 那你们两个一定有一个不客观不中立啊 一定要一个下来吗 还是两个都下来 那个陈渊玲女士请你说明一下 他 彭教授他以前接受过这样的一个相关业务啊 那个委员您刚刚讲的事情 我觉得他两个 啊没有说必然的这个排斥性 哦哦也现在有 对应该说是我们两个人都都心里面已经很有很有很有准备 我们绝对会回避利益 然后做非常客观中立的判断 对啊 我只认为啊 NCC委员在我心目中啊 是跟大法官一样重要 也应该受到期待跟尊重 这个专业 我们刚才提到要有代表性 要有效率性 我们看到过去的NCC啊 七名委员当中 至少还有两名是大会 社会大众所知道 也所基本尊重的一个学者 但是呢 这一次提名陈渊玲女士 我过去不认识你 我对你也没有好恶 但是我对于这样的一个执掌业务 重要的NCC委员 这次所提名的 欠缺代表性跟效率性 有关于传播跟新闻 这样的相关领域啊 是让我们真的非常痛心啊 好 谢谢